我一个人可以完全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那不没意思啊 跟游行有热的人一起保险有意思 人是可以完全没有社交的 你觉得后面社交趋势在哪儿呢 当我们逃离城市日常 在接近生命本真的荒野中 有些问题可能会找到答案 不可能一杯咖啡 一天的生活都要从哪儿开始 来 走吧 请 要不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游男 我真的觉得自我介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其实最尴尬的是大家互相都知道对方是谁 然后我们还要自我介绍一遍 是很尴尬的事情 从一开始 谁提出的就从谁开始 大家好 我是习瑞 结束了 这个自我介绍也太干了 打个样子吧 姐 大家好 我是略形 我跟你看就可以了 你们都属于是只要介绍名字 大家就已经别的都不用了 所有人都知道了 不不不 你也是老师 我是个心理咨询师 我是李崇卫 你看这一期多高档 我要有这么高档的职业 我也往上说了 对 很多人把心理咨询师当算命 对对对对 你说今天我怎么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选A还是选B 最经典的是李老师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真的无法判断吗 我咋判断呀 你通过观察他呀 不会呀 我就希望那个人自己洞察了 告诉我 我可以是个律师 我叫李浩元 我可以介绍 老师 你不可以介绍 我可以介绍一下 你看这是吧 老师 你不给你 你会不需要 你 我们 那你 我哼 你 吉他י当司哇 吉他 有一些新词汇什么摄杂 牛杂 牛杂 牛杂是啥意思 就是社交 牛杂症 就是它又很射恐 又很射牛 还有摄懒 摄懒是什么 就是懒得摄焦 很像你 是的 你摄焦状态是什么 你觉得自己是摄牛还是摄控 我都有 牛杂跟摄懒 你还挺多 所以我这人挺矛盾的 那你展开讲讲呢 就是我跟我特别好的朋友们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很摄牛 当众就跨叉就给大家表演节目 我就当众给大家劈叉 就是这种 那你挺摄牛的 就是跟 就是刚见面吗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戏的男演员第一次见面 上来还没说两句话呢 我就跟人说我会劈叉 我就真的当人面给人劈个叉 我记得我有一次拍戏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不太熟 我就跑到其他演员那个帐篷里 我说大家一起玩好汉情抱拳 大家都学习 我太恐怖 我要是那个人我就离开那个帐篷 立马转身上厕所 你也会假装自己失聪 对 我会假装 我会假装不行 我上了厕所 我再也不回来 我有个疑惑 以前遇到这种特别涉懒的 还不配合你 再把装睡 对 装睡 我就哼哼唧唧上去 赖着人家玩 那你什么时候涉恐呢 请问 你还有涉恐的必要吗 所以我就是很矛盾 就是我挺奇怪的 你是怕那种盛大的聚会吗 对 大家已经都在那个氛围里挺开心的 不需要我去做那样的事情 然后我坐在那里 很多我不认识的人 我坐在那我就特别涉死 以至于过了几天 然后有一个姐姐 也是大家那天也在 看照片手 张浩南真的是漂亮是漂亮的 就是性格不太好 我的那种涉恐 给别人带来一种 不合群的感觉 对 很装 就是不知道在牛什么 但其实我不是 就是我确实是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活跃 对 我觉得是这样 他需要一个确认安全的环境 然后你们仨看上去很无害 确实有一些人会给陌生人一种 我是安全的那种感觉 那你呢 我吧 我说不好 原来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涉恐的人 然后我是特别怕那种认识人 还好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好处 就是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我们既然互相知道对方是谁 这样对我来说就是安全的 也是有抓手的感觉 对 我不擅长搞群体活动 任何的集体活动都会让我感到不是 但是六个人以内我OK 我最怕的事情是大家围着篝火 一起手拉手跳舞 确实我感觉是不是在社交里面 四到六个人确实唯一 其实多了六个人以后 而且会乱 你想一张桌子 当你六个人的时候 就必然开始要分 六个人里面的关系 就要开始 从心有结构 然后就非常尴尬 是的 那有科学理论吗 不知道我没社交过 漂亮 以前我就说自己是射孔 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搞不懂 这世代他们说的射孔 是不是我们那时候说的 是啥呢 因为我是学临床心理学的 我们那会儿射孔 它真的是个病 那他们说的肯定不是 对吧 就是有恐高的 恐高的什么 恐高恐走的 射孔就叫孔人 我就老觉得要跟这些打交道 我就反正话也说不清楚 然后真的会生理性的感觉到 心跳加速 然后出汗 然后就觉得整个人就撑不下来 那是不是那种什么 刷身份证自己就进的什么 对你来说是个大福音 我太喜欢了 还有包括在网上填表 填完表直接提交 不需要上交 对 我以前噩梦就是 我经常写一个什么材料 交上去 然后看一眼说 这不行 你这个什么什么填的不对 然后你得还重新再去弄 就是我对这个时候太痛苦了 银行存钱怎么办 现在不都网上银行了吗 我以前在银行我也不存钱 那李老师应该有嫁证吧 没有 那你可以做那种跟商家说 你这个菜有个虫子 这都没戏 就是有虫子我认了 买衣服呢 上逛街买衣服呢 不要让我试就行 哦 哦 了 嗯 嗯 不行 这事情 可以不知道 那我不能试就行 有流程就不行 是 浩元 你应该是射牛吧 不是 我就没有见过有人承认自己是射牛 我觉得我这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讲话 大家是愿意听的 那么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然后至于是不是多好多朋友 再往下是什么样的走向 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那你就是射牛 我没有听出任何恐惧的东西在里面 不他是一个正常人 我觉得 是的 他是一个社交正常人 就是你都可以应付得来 我可以对我可以应对他 我觉得射牛和射恐 本质上都是没底气就虚 他表现不一样 那出发点就是我怕大家不喜欢我 有的人就是表现出来我要努力 让大家喜欢我 有些人表现出来我要逃避 那我逃避 但我觉得就是 他这种就属于正常人 有底气的人 不卑不亢的人 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但我觉得我就是射牛 第一我不怕 第二我觉得都能应对 第三如果就是我不愿意应对呢 那就是我不想 你是正常人 对 在座没有 没有不是正常人 有这种极度的射女 就是你身边可能有一种朋友他over了 就是他在某一些社交工作中用力过猛 我们看到某种状态 整个一样扑向你一样 就是你不需要这样 你的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朋友 有 但我觉得这个你要去追溯他也能理解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个人很有恶意 或者他想攻击你 而是他没有办法判断你们之间的社交距离的方式 所以采取了一种越界了的方式来以此证明我们的关系没问题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会拒绝别人家里微信吗 会 你会怎么拒绝呢 我会直接说 因为我遇到过 我会直接说我觉得没必要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再聊了 然后我觉得唐列表里很奇怪 而且我微信很隐私 你这么直接 你好直接呀 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就是你 你只有能够非常直接的拒绝别人 你才能够更好地面对拒绝 我觉得我能接受别人的拒绝 所以我在拒绝别人的时候是没有很强的负罪感 觉得说不很重要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交往起来就很容易 我怕的是什么 如果我去加别人微信 我其实怕的是那个人不好意思拒绝我 我愿意但是硬加了 对 他不好意思拒绝 我觉得这个判断不应该是要微信的人去做 就是提请求的人是没法判断别人的边界 因为边界一定是互动当中醒宿出来的 因为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我觉得是礼貌的 其实没问题 也不是说你今天不假 你就看不起我这种就算 这种我绝对不假 我们为什么每次主张人去学会说不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人应该搞清楚自己的边界 你跟他交往起来 你才会让周围的人感觉到舒服 不然总是让提出请求的人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本身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交成本是非常高的 是啊 要不然怎么说我设恐呢 就是想的多嘛 就是我每次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不管该谁想 我自己都先去替别人考虑 对 因为你这个社交的心理状态比较健康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 你夸了我们好多次正常人和健康 是OK的 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正常人是对一个人非常高的评价 对 对 但一旦我们想去讨好别人或者是迎合别人的时候 那他某种程度上反过来就是我也希望被别人迎合和讨好 这种付出一定是有索取的 因为人只能用自己去倚几夺人 所以你比较健康 所以你就敢去做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如果他因为自己不能说不而受到了委屈 那个压力应该是我压力 应该是他的人生客体 必须他蛋 我们有一个游戏 如果让你选择桌面上面的标签组合起来 就是你理想的朋友的特质 你拿了爹妈感 爹妈感最重要了 我身边的好朋友 对 我身边的好朋友 基本上全部都比我大 好 看看雪晴的牌子吧 宇宙飞船 金龙大佬 还要善良 你选善良的时候我惊讶了一下 我看上去一点不耐用善良的人 不是就是善良是一个 我觉得很抽象的东西 善良是我对人所有评价的第一要义 善良这个品格是 比如说我们俩做朋友的时候 我们俩很好 你对我也好 我确保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就能确定有一天我们俩关系破裂了 你仍然不会做伤害我的事情 是体面的 对 我们体面的结束 你选的是什么词啊 我选的是同理性 还有游戏代飞 为什么游戏代飞呢 我经常打辅助这个位置 辅助很重要 一般是辅助来代飞 辅助代不了飞 我太玩笑了 辅助代不了飞 辅助代不了 辅助可以指挥 在我长期上新药而不能的路上 你上新药而不能 对啊 你新药都上不去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不要要游戏代飞 辅助很容易上分 那你可以试试别的呀 我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想要一个代飞的朋友 因为你们两个一直在指责他 你们两个一直在说 你为什么能打这个 游戏不能努力一点 那说回同理心这一点 说回同理心了 暗示你们刚才非常没有同理心 非常没有同理心 同理心这个事可以培养吗 还是它是一种天赋 实际上这个东西本身它天赋的成分更大 但是在有同理心这个基础之上 怎么去表达这个事是有一些技巧的 你们有那种朋友 或者你们是这种人吗 我会因为朋友 是啥我没讲的 啥都是 啥都是 啥都可以 我让你要讲什么 同理心已经 同理心已经 猜到我下半句 就是因为朋友的事情 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甚至表现比朋友的更着急 对 有的人是解决问题型 然后有的人就是同仇敌忾 对 我是那种绝对的同仇敌忾 对 才出现什么问题 让我在疯狂的骂那个人 后来他都 交气了 我还在骂 哎呀他也没有那么坏了 就那么坏了 对 就是这种 很容易 李老师这个好吗 好啊 我就要这样的朋友 这个好吗在心里睡觉 情绪支持啊 我不管对他好不好 对你好 我自己是好吗 就挺好 但我们一般 在我们这行业里边 这么干得收费 老师这个是收费的 你不收费有点划不来 你支出了自己的同理心 然后你收获了一堆负能量 然后那个人 那个人完了 他情绪下去了 你就不得收点钱 我感觉有点收不过去 太好以后我收费 我突然想到 那我提供解决办法 这边说 在我们的行业里 这得收费 反正两个都是收费 有我们俩就知道什么 什么都得 什么都能囊括 李老师 就简单 因为很多人问我 就是搞心理学的 人家就问说 你能不能猜别人怎么想的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其实我真猜不了 我就让他说 我说你 反正钱是你自己花的 时间也快到了 你说吧 到底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猜不了 我就是希望他 就是直接 对直接 就是现在很少有人 其实能精确表述自己的情绪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需要心理咨询师 对 然后心理咨询师 希望有一个直接的人 对 心理咨询师说我只需要结果 我不想再咨询你了 心理咨询师说 我在这花两个小时 你怎么还没给我说到点子上 是差不多 嗯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社交最最好的 我觉得最理想的出来就是有啥说啥 有事办事 没事咱甚至都可以不用见面 那我的思路跟李老师有点不一样 是吧 对我觉得 要陪伴 对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李老师那个思路是互相解决问题 我有这部分朋友 就我觉得没事你也别来找我 但咱们之间可以互相解决问题挺好 挺干脆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没有了他们也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让我开心 但是我看有心理学研究说 其实一个人如果一天说废话的废话量很高 就说明他这一天过得很快的 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 就是大家在称呼社交状态的时候 还是特别喜欢用标签化的词 因为可以很直接的告诉别人我是什么人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喜欢总结 然后去定义 喜欢一些新的解释 我从一个老派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现在我们能用标签 其实挺幸福的 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 标签这个东西是有非常强的评判性的 就是以前如果我说我射恐的话 我身边就会说你不要这样说 你其实还挺好的 对 他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太好的事 就那个时候标签 有一些标签就是你有问题 你不正常 你不主流 但现在我们就说我是红色 我是黄色 我是绿色 你其实只是在给自己去下一个分类 你没有去评判这个 对 今天的标签 还可以告诉别人 我是射牛 我是射仔 都是希望请你尊重我自己的主体性 和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 这世代是不是都这样想的特清楚 我感觉 就是在社交方面每天都在观察这些 是 我在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稀里糊涂 那个人社交方式 最后我们也达到了自己的自强 对 对 就是感觉每个人都很自强 而且讲起来的话就觉得像一个辩论稿 就是这里边这论点都非常的 那确实是我吃饭的 那是他吃饭的东西 逃出这些标签以外 有没有什么新兴的社交趋势 可能是未来的主流 我有想到一个 声音社交 就是你们彼此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它是一个随机相遇 然后你要跟这个人聊 五分钟可以判断 要不要继续跟他聊下去 纯声音对话 我用过 有些鱼龙混发 很精彩 很精彩 知乎现在也有这种功能 我跟李老师弟就是知乎要认识的 是因为答题 你看到他的作答 对 很厉害 他那时候喜欢在职务上 答那个历史军事的那些 是吗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挺厉害 然后我们俩认识了 真的 对 我们先梳理历史 再讲往未来 对 历史就靠我了 在我小时候 那时候没有声音社交 也没有图片社交 那时候主要是文字社交 就有一个软件叫term 就是在那上边上论坛 然后发文字 其实你在论坛上边 所有人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一个字母的一个ID 感觉就是好像 互联网是一个 跟现实社会有点 没交集的一个空间 不管在生活里边 你遇到了什么 但是你回到那个网上 你开始打字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好像你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 可能到毕业很多年之后 聊起来才知道 他当年是那个网上的谁谁谁 风云人物 但我觉得现在好像更多的就是 迅速好像就能够把那个网上的那个身份 跟他现实当中是谁 这个我倒是能够感觉到有一个趋势 就是虚拟空间的消亡 因为从那个年代走上来 这社交软件到目前为止 它跟现实空间的重合度太高了 对 我们曾经渴望的互联网的社交形态 应该是打碎现实生活中的 一切身份限制和阶级限制 或者是一部分的 对财富限制 但是 现在其实是很多时候虚拟空间 是作为现实空间的复刻 对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 不要有现实空间 我们就是要到一个 所谓的乌托邦一样的这个互联网 那个时候我们打个副本 要20多个人一起打 对啊 小时候QQ炫舞 结婚 还可以飞车 结婚 还有宠物跟宠物结婚 农场 以及你偷我猜 还要回踩空间 是 我觉得以前的社交软件 真的是有社交功能 有意思 就现在没有那样的乐趣了 现在大家都更不愿意社交 对 现在社交软件 就是我觉得并没有促进 大家都带的目的性 所以今天又回到元宇宙 回到一个自己勾建的世界 你觉得零零后社交趋势在哪儿 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我们在走向去社交化的过程 就是什么叫去社交化的过程 我是观察到前两年有一个游戏特别火 就是动森 包括我的世界这一类游戏 其实我觉得它是最早的元宇宙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它其实代表一个事情 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完全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如果说以往的虚拟世界是依托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而存在了一个人际乌托邦的话 那么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其实人走向了一个自我乌托邦 也就是我只需要在我自己构建的世界里面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怀疑到后面的元宇宙发展 会越来越有这样的可能性 而且 你太悲观了我觉得 就我能接受这样的存在 在虚拟世界的社交会取代一部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 那都没意思啊 我跟游戏友人的人一起玩才有意思 我不觉得它会完全消失 社交属性它刻在基因里我觉得 它可以满足你对社交 你基因里的对社交渴求 但是我说那个社交可能就是完全的虚拟化的社交 就是它不算是人与人的社交化 那对我来说那也属于真实的社交 这是它载体的延伸 但我觉得你们都有一个假设 你们假设说人其实是有社交需求的 对不对 所以只不过说这个社交需求是靠现实 这是怎么满足它 但是我告诉你们 其实还是有一些人 他的需求就是不社交 就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人活着 这个事情是他的需求 我觉得在洞森或者在有一些这种 看上去比较宅比较封闭的那种生活方式里边 有一些人他舒服的状态就是没有社交 当然这个处境现在在目前还是很痛苦的 因为身边人说你这样是有问题的 我说其实这不是什么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荷兰 类似这样的这种国家里边 因为在那个地方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是非常远的 可能你一年到头也真的没有机会 跟几个人好好的说上几句话 想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心向往之的表情 我很能理解那个表情 就是觉得说那该多好 有人是希望这么生活的 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就是需要这样的生活 人是可以完全没有社交的吗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但是是可能会出现的 但我一直认为人他需要在他者的认可当中走向自我 就是他没办法直接跟自我对话 他不是没有他者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事说的太哲学了 我现在想回到一个可能更日常的场景里边 我有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聚会 大家弄到一块 聊一聊 对可能上百个人 我每次参加完那个聚会之后 我走出来会觉得非常累 我得一般他在七九八什么这些公司 我会参加一百公司 你真的没什么 我会参加那些公司 我会参加这个公司 你会参加还是小人的 我们有什么话 我开心兴趣的 有什么事 高兴趣的 在一般的工作 我花了一样 我寻找吧 真的很想要 你不可以 我你搅亂一下 你什么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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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半个哲学背景出身 我觉得它完全没有主体间的交往 它是纯粹主体的自我的一个空间 就是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一定是 我们有了很多知觉上的体验 因为我挺担忧这件事情的 我认为人们在丧失 一个更现实化的交往的可能 我在来之前我还在想这时代是个啥 我现在来了以后我就突然意识到了 我就听到席月刚刚你讲这些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批判这个事 是从主体监信这样的一个哲学高度 来批判这个事情 因为在我生活的时代里面 那个时候人们还是很匮乏 就是想的都还是一些非常务实的东西 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去拓款自己的人脉 然后怎么去多一点机会 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能坐下来 开始去想这个事 就是去说 到底一个人呆着 它是一个在哲学上成立 还是不成立的事情 我就在想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已经代表着我们自由了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喜欢总体 然后去定义 我一直认为人 他需要在他者的任何当中做向自我 就是他没办法直接跟自我对话 当我一个人在那走的时候 我就说好像我跟这个世界 又能慢慢地恢复一点联系 一个独立的空间 是我需要的一个东西 我可能会给你ấy个东西 请不要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